滿頭白髮卻有一身不輸年輕人的 精壯肌肉 李寶康各大健美比賽的常勝軍 更是一名非安調查官 你現在右轉過去第一個跑道會是5R的跑道 那初步勘驗事故現場 並沒有所謂的流龍鋼繩或是相關的電線 一些比較大型的空彈的這些案子裡面 我幾乎都有參與 硬漢形象底下是細膩一絲不苟的態度 李寶康是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調查官 奔走在各事故現場上山又下海 仲勛成了最強後盾 運動給我的這麼可以神仁工作的體力 讓我在現場工作的時候游刃有餘 我覺得是仲勛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協助 小時候身體不好 是到了初中以後才開始慢慢慢慢 真正運動真的是看了你小時候 看他那個動作 然後他那個結實 很有這個美感的這種肌肉線條的體型 就開始想去怎麼樣讓自己身體達到這樣 阿諾他好像正好拿了Olympia的冠軍 所以他出了一本書 裡面好多資訊如何訓練每個部位 才知道說訓練居然這麼多樣 買了武功秘笈 開始按照書本上鍛鍊 從原本70公斤練到近百公斤 腰圍反而小了兩吋 渾身是肌肉 變身為台版魔鬼終結者 回來的時候那個 哇那個大腿啊 那時候可以跳200公斤 哇那個小野獸在裡面 嚇死人的聲音好聞過癮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